好 歡迎您來到TVBS戰情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錢子 今天我們TVBS戰情室戶外開獎 很開心也很榮幸 來到了新北市的板橋 板橋的朋友 你們好嗎 真的非常難得 因為今天在板橋又濕又冷 下著雨 看到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現場的觀眾朋友都穿起了雨衣 也非常謝謝您 願意持續在這邊跟我們一起開獎 等一下我們會開放現場的問題 大家都可以來提問 不過節目一開始 我們還是來介紹我們今天 參與我們的貴賓們 首先為您介紹的是 侯敬辦議題組召集人 柯正 柯老師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來是前立法委員李俊逸 大家好 立委參選人羅志強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藍軒 大家好 大家好 立委參選人葉元居 天志豪 大家好 新北市議員陳士軒 大家晚安 好 觀眾朋友 好 再過44天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哇 時間過得非常快 2024的總統大選的投票日 即各個區域立委 以及政黨的投票 那一天要決定我們 接下來四年要怎麼過 這非常重要 而是倒數的44天 我們TPBS戰情室 也會跟大家 一起來緊盯各種國內外的議題 到底我們台灣 未來要走向哪裡 中華民國未來的領導人 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觀眾朋友 你手上的一票 非常非常的重要 首先呢 我們戰情室 當然 我們是很有國際觀的電視台 所以我們還是要來關注 到底外部的因素是什麼呢 包括大家知道 蔡英文總統今天接受 《紐約時報》的一個論壇 來看這裡 他說啊 目前不是對岸犯台的時機 什麼意思 他覺得現在 蔡總統覺得 目前對岸對台灣 沒有動武的企圖 OK 所以呢 他說 另外一部分 我們還是要持續強化防衛的能力 大家想一想 這兩句話有沒有矛盾的地方 可能 等一下請來賓來告訴我們 而另外呢 到底兩岸 會不會在2024年 2025年 2027年 還是2030年 有可能 發生動盪的情勢呢 大家如果有記得 或者是有看媒體報導的話 應該會對這幾個人 美國人 他們的講法有印象 包括我們整理在這裡 包括您看到我們的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 其實密集的接受很多外國媒體的訪問 他有講 台海開戰攻台時刻表 可能在什麼時候 2027 這個是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的訪問 他說 台海可能會開戰喔 如果開戰的話 中國會吃足苦頭 您看到包括我們整理到法國的費加洛報 以及美國的紐約課的報導 我們的外交部長 某種程度啊 也是個戰狼型的外交部部長 而另外我剛剛講到 很多外國的智庫 美國的大官 也常常在媒體接受訪問 他們透露出來的訊息是什麼 包括您看到 美國的最高將領 他是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主席 他叫秘利喔 這個 這個阿兜阿 他說 習近平沒有決定是否在2027年前武統台灣 可是 他認為 有各種跡象顯示 他喔 目前喔 這個可能 決定或不決定清台 都在他的一念之間 而包括美國的CIA局長 叫做博恩斯 一般外界都說是情報頭子嘛 他也講到了 習近平喔 有下令共軍 2027年做好清台準備 還有包括你看到 美國前印太司令總司令 戴維斯 戴維森 還有包括美國前 海軍作戰部部長 吉爾黛 講這麼多就是喔 其實美國有很多智庫啦 學者啦 將領啦 大官啦 還有一些參議院 這個 或參議員 都有這樣子的言論 所以到底喔 我們聽到在野黨說 明年 是一個戰爭跟和平的選擇 到底是在 誰恐嚇我們 因為我們看到執政黨是說 是在野黨在恐嚇人民 先請問柯老師 這些外國人的說法 這些媒體的報導 以及 包括我們的 外交部部長的說法 我們到底要信誰的 的確是喔 因為現在是我們的戶外開場 所以我們當然要走到這邊 跟大家比較接近點 對不對 好 謝謝安榜給我鄉親 大家晚安 大家好齁 如果說在電視前 朋友可能不知道之後 我們背後就是海山國中 那是我們韓國瑜 韓市長 國中的念的地方 好不好 所以這個地方 我想原知跟我都非常的有感覺 我更有感覺 好不好 就是韓市長在這邊講的 他懷念的美白小腿 然後你就看到我的大白眼就翻出來了 不過呢 無論如何 所以這個地方 對我來說意義非常的重大 那回應一下我們剛剛 前子所問的一些的問題 如果 不是戰爭跟和平 大家這樣把它吵得這麼深的話 那我請問為什麼我們的兵役 要從四個月變成一年 對不對 我們的國防的預算 為什麼要暴增那麼多 變成四千多億 對不對 那我們的潛艦國造 為什麼一艘還沒有造出來 還要可能後面還有五艘 六艘 七艘 八艘 對不對 所以這就表示嘛 台灣絕對是不如這個民進黨政府 而且他永遠都是在需要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 台灣目前為止真的是 被這個中國大陸搞的這個中共 你看看吳釗燮 每一次講到這個中共 就好像把他們講的 就像流氓國家一樣 然後只要有需要 他就會告訴我們 對方是多麼可惡 然後呢多少的這個共軍犯台 然後呢如何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武器等等之類的 所以台灣一定要發展自我的防衛能力 台灣發展自我的防衛能力 不管誰當政都需要 但是你不能讓全國的民眾 因為你只要選舉到了 要賺取紅利 你的講話就前後矛盾 大家說對不對 之前嘛 他永遠告訴大家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 我們要什麼抗中保台 我們為什麼要防止中共的認知作戰 因為他會一步一步的滲透台灣 台灣是處在非常危險的狀況 所以我們民進黨該如何如何 可是現在 蔡英文卻告訴大家 沒有喔 中國大陸因為現在是非常的 很多自己的內部的經濟搞不定喔 所以他不會犯台喔 那你前面講的 剛剛我們的主持人 已經把你條列出來了 美國講的這些東西 美國任何阿兜說什麼事情 民進黨馬上跟進 跟你講 就是這樣 台灣很危險 所以如何 然後再蹭跡 把中歐大陸再好好的狠狠地批一頓 但是今天卻告訴我們 不會喔 他們不會來喔 那這個東西我們到底相信 誰才是真正的一個民進黨 對不對 所以我常講說嘛 選民白天的選民完全不懂民進黨 黑暗的黑 大家有沒有發現 白天講了一句話 晚上又講了又是一句話 總而言之 你會看得出來 我覺得身為總統的一個角色 你該很清楚的交代 目前台灣所處的一個國際的位置 對於美國任何人所做的 這些所謂的分析 我們要有自己的主張 我們絕對不允許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蒙蔽所有的訊息 該講 他們完全講出他們對他們有利的話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負責認真的政黨 是 好 非常謝謝柯珍 這個柯老師 至於這個中國大陸到底會不會來攻台 這件事情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畢竟我們不是他們 可是呢 我們唯一能做到的當然是把我們的國防能力 各種的戰力還是要齊備起來 不過到底這個所謂的戰爭與和平 是不是明年選舉的主軸呢 我們來請問俊毅委員 俊毅秀 來 請教您 到底您怎麼看呢 來 謝謝 是 我今天坐隔體又鑽捷運 又走路來這裡 來看見大家這樣 我很感動 很感動 因為天氣這麼冷 又下雨 大家呢 這麼關心國家台書 今天一來不是要演講 那演講 就另外一種方式 今天來是要辯論 要辯論 柯珍剛講了一大堆 我搞不懂他到底是要戰爭還是不要戰爭 選國民黨就不會戰爭 選國民黨就不會戰爭 這個跟共產黨打過仗就是國民黨 民進黨從來沒有跟共產黨打過仗 所以完全不了解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 台灣所有的政黨 沒有哪一個政黨希望台灣發生戰爭 我這樣說有功德 國民黨也不希望 民進黨也不希望 民眾黨也不希望 沒有哪一個政黨說 我就是想想阿強打下去 沒有啦 沒有那個政黨 那個政黨人民也不會支持 所以民進黨 是怎麼樣避免這一場戰爭 我們的選擇 跟國民黨的選擇不太一樣 這個是你們要想清楚 你到底是要選國民黨的方式 還是要選民進黨的方式 尊重你們 國民黨的方式是怎麼樣 就是說大家盡量說 盡量配合 我不要說到最粗 但是我是覺得國民黨就是說 我的共產黨那邊的要求 北京那邊的要求 我盡量去配合 那民進黨這邊的 好啦 沒有人要配合 沒有人要配合 民進黨的方式 是說 你 好啦好啦 你可以上來講 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會留時間 等一下我們會留時間 跟觀眾 民進黨的方式 很簡單 就是說我讓你不敢打 讓你打仗要付出慘痛代價 讓全世界反對你動物 民進黨是走這條路 國民黨是希望說 我們兩個就比較好 跟你比較親密一點 配合一點 希望你不要打 是希望北京不要打 國民黨的方式是這樣子 民進黨的方式是 讓你不敢打 沒有能力打 國際反對你打 你現在到底要走這條路 你們自己 我們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 我也是一樣啊 我跟大家一樣 都是有投票權啊 我可以選總統 可以選立法委員 組織我們的行政部門 跟我們的立法部門 然後他們來執行 人民絕大多數的意見 就是避免這場戰爭 那避免這場戰爭的選擇 既然是這兩條路 那民眾黨的路 我怎麼走還不太清楚 不過基本上就是 清楚一點就是這兩條路 那民進黨這邊 幾次的執政 李登輝這個不算 從阿扁 蔡英文 兩次的執政 農鄉共共會戰爭 結果都沒有戰爭 那很清楚的戰爭論 我做一個結論 戰爭論就是選舉的語言 是這樣子嗎 謝謝 不過民主國家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個 你手上有選票 剛剛軍營委員 他有他的論述 柯哲恩 我們國民黨有他的論述 您可以決定 未來國家的前途 往哪邊走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好 歡迎您回到TVBS戰情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錢子 今天我們戰情室 走出攝影棚 來到的地方是 新北板橋的第一體育場 在這裡大家看到 很多人已經穿著魚衣在現場了 不過觀眾朋友 我們要關心的是 方方面面的事 包括國際大事 大家知道 民進黨的政府總統 參選人 現在副手已經知道是 這個蕭美琴 蕭美琴 他原來是從美國的代表處 他在美國當代表 那現在回來了 於是大家很關心 也很在意的是 新任的美國代表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外交部發佈了 人事的新佈局 余大雷他擔任我國的駐美 新的代表 而李淳 原來是我們的外交部副部長 現在改派駐歐盟兼駐比利時的代表 因為余大雷啊 他才剛剛到歐盟去 因為這個人事其實看起來是蠻倉促的 所以他的遺缺就由李淳來接任 可是觀眾朋友 你不要覺得說這個佈局對我來說有什麼重要 我根本就搞不懂啊 其實這很重要 我們現在的國際處境非常困難 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 這個在外交上面 或者跟台灣最多 跟我們中華民國最多互動呢 那當然就是美國 包括歐盟喔 所以我們看看余大雷他到底 符不符合資格 他到底 我們來看看他是 當然他過去在外交部 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工作經歷 可是現在 關於我們媒體或者是反對黨 在野黨要質疑的部分是 他僅僅在二十多年前曾經做過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秘書 那是二十幾年前喔 那其他的資歷都是在中南美 中南美因為他會西語嘛 西班牙語 駐巴拉圭大使呀 像這樣子的一個經歷 是不是喔 他對美國的了解沒有這麼這麼的深呢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大家擔心 或是在考慮 或是我們媒體在質疑的一個部分 而新任的這個所謂的駐歐盟 兼駐比利時代表李純 大家知道他是學者 他在這個經濟上面 在財經上面 有很多的見地 可是他在外交上面看起來 好像還算是一個非常junior的新人喔 所以這個也都是中國國民黨啊 包括民眾黨啊 現在在質疑的 就說 欸你接棒蕭美琴的人 是蔡總統任命的余大雷 可是喔 是不是有點巧帥 這是國民黨批評的 國民黨提出批評 超帥啊 對美國也缺乏經驗啊 包括民眾黨怎麼說 民眾黨說 外交部沒有做預判跟配套 你把蕭美琴 召喚回來 選副總統 可是你事前 事先 是不是沒有做好各種的配套呢 因為美國關係對我們來說 有多重要啊 這不言可遇啊 可是外交部的回應是什麼 外交部說 蕭美琴以前去當駐美代表之前 也從來沒有美國經驗呢 這樣講有沒有道理呢 來強哥 強哥你怎麼看 在談外交之前 讓中共的軍艦 逼近我們24海裡的林街區 民進黨的不敢打 甚至讓中共的軍艦 逼近我們太平島 十二海裡的林海區 民進黨的不敢打 讓我們台灣的基隆港 台中港 高雄港 被中共圍台軍演 這就是民進黨的不敢打 我很不客氣的講 我送四個字 上權辱國 過去 謝謝大家 國民黨馬英九守住的海峽中線 守住的國防戰略中身 是被誰敗掉的 就是民進黨敗掉的 民進黨的不敢打 就是我們兩岸一直親的 趙天麟的 讓中共出不了港 讓中共渡不了海 讓中共上不了岸 好威風啊 我曾經在電視台 公開的建議過民進黨 既然要讓中共出不了港 既然中共在我們的家門口圍台軍演 你民進黨哪一點辦法都沒有 既然中共的飛彈越過我們的上空 既然還是讓日本來告訴我們的話 我建議民進黨啊 這麼勇敢 這麼勇敢 認為中共不敢打 你也到他們的圍台軍演可不可以 要不要叫民進黨派軍隊到中共去圍台軍演 我建議到渤海灣軍演啊 好不好 你知道渤海灣吧 天津港門口 對不對 這才叫做今天勇敢的民進黨 我要告訴大家 我在總統府工作過 我們才是真正捍衛國家主權尊嚴 捍衛國家安全 守住台灣我們的尊嚴的執政黨 我們用的方法 一方面加強我們國防的戰力 而且是我們是精打細算 用所當用買所當買 民進黨的國防是什麼搞的請問各位 民進黨國防一艘潛艦 500億然後呢假下水 人家日本核子動力潛艦 一艘120億下水了 當我們是什麼啊 當台灣人是什麼盤啊 那另外你看到 在民進黨執政狀況之下 我們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國防預算一年三千億 他們執政一年六千億 你國防預算多這麼多 最後是輪上海峽中線 輪上我們二四海里線 輪上我們港口的航行區 讓人家軍事演習 你能夠站在這邊大聲的跟我說 我民進黨讓你大陸不敢打 你說的出口我聽不下去啊 我要再跟大家講 很抱歉喔不好意思喔 今天我們剛開始題目講的是什麼 民進黨說對不對 當初我們說台灣不當烏克蘭 民進黨說這叫販賣戰爭恐懼 前天他們的副總統說什麼啊 也說台灣不當烏克蘭啊 不是嗎台灣 不要讓烏克蘭悲劇在台灣上演 那請問是不是販賣戰爭恐懼啊 他可以販賣戰爭恐懼 別人不可以講 所以真的民進黨不要再雙標了 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謝謝翔哥 來接下來 我們還是請我們新北市的議員 在地的議員來 陳時軒 不好意思 一下子忘記你的名字 陳時軒 是新生代 來自民眾黨 您對這個議題有什麼看法 包括國民黨跟民進黨 其實都已經有非常深刻的解讀了 那民眾黨是一個新鮮的政黨 你的看法是什麼 這有跟大家講 民進黨 他告訴我們不會打仗 蔡英文 對不對 他們延續著習近平的話 2027 2035 沒有對台動武的這個打算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過去是哪一個政黨 告訴我們 中國的話不能信 是誰 民進黨 是誰告訴我們要防止滲透 民進黨 我們的外交部長 剛剛講的 戰狼式的外交部長 吳釗燮 我每次都會滑他的Twitter 這個年輕人很愛看的Twitter 他每次都寫什麼 北京 lies just about everything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什麼意思 只要講到台灣的 北京都在說謊 他這樣子在講大陸 可是呢 習近平講了一句說 2027 2035 對台沒有動武的打算 賴清德 蕭美琴 全民進黨 附送習近平的話 告訴台灣人民 不會打仗 剛剛 蔚來的準委員 志祥議員 他也提到了 飛彈從我們頭上打過去 漁船可以靠 可以靠到我們台灣的這個海域 還可以跟我們的海巡署去對撞 他來我們的南海 菲律賓的船他也敢撞 他有什麼好不敢 4月的時候 我陪柯文哲到美國訪美 參加了所有的閉門會議 我可以告訴大家 台灣被全國全球的媒體 跟甚至美方都認為 是一個極度危險 兵兇善圍的地方 這是改不了的事實 所以民進黨一下告訴我們 台灣是安全的地方 不打仗 一下要告訴我們 中國的話不能信 我們要防止他們的滲透 一切都是假訊息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 所以每次到了選舉 民進黨 好的他也要講 他都挑他想要講的 過去民進黨 選舉快到了 沒有政見 只有抗中保台對不對 今年非常的吊詭 今年竟然跟你 跟大陸講一樣 這個習近平講一樣的論述說 這個27年 2027 2035 沒有對台動武 這代表什麼 代表在野黨的論述 我們認為台灣 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環境 這件事情對他們 是有殺傷力的 所以他們必須要在 論述上面 迅速的調整 告訴大家 不用怕 剛剛軍議委員提到 我們台灣要自強 要提高國防預算 我認為所有的黨派 應該沒有人會反對 甚至我們民眾黨主張 是要提高到 GDP的3% 可是問題是什麼 你一方面提高你的 國防能力 另外一方面 你應該也是要善意的 跟對岸溝通 你如果只提高國防 像個刺蝟 非彈倒 對中國 口出二言 像我們的吳釗燮 整天嗆中國 這樣子只會把台灣 帶到一個更危險的地方 非常謝謝士宣議員 我們先進行廣告 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TPBS戰情室